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盛生管理银行官Sherry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家里吃的最多的一个主食是什么 那作为一个南方人的我 我平时吃的最多的主食居然是面食 像平时的一些简单的重庆小面 油泼面 还有扫子面 还有湖北的热干面 那其实吃的最多呢 还是从超市买来的一些挂面 不是因为挂面好吃 而是因为做手工面 真的太费时间了 但是手工面是真的好吃 这几天呢工艺商给我们送过来一台面条机 据说它是4分钟就可以自动出面的 有一点小期待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款机器吧 视频开始之前呢 一定不要忘记了点赞和订阅哦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款面条机 它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黑色的 它还有一个颜色 是一个灰色的颜色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解剖一下这款面条机 看一下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以及它的一些功能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来拆一下这款机器 然后我们打开它的上盖 里面呢就是用来揉面的一个揉面器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揉面筒 这个上面是装了一些你要吃面条的一个面条模具 比如说像平时我们吃的这个是做饺子皮的一个模具 像它有龙须面条 粗面条 还有细面 然后还有空隙面 还有一个窄面 还有一个宽面 还有一个宽面 饺子皮的一个模具 它是有1234567 7个模具 还有一个饺子皮的一个切元器 然后它的这个挤压模具 还有它的一个这个出面杆 采用的材质都是304不锈钢的 像我们以往的那种面条机 都是这种刀头的一个材质 所以它这个在这个上面也是做了一个升级的 它这个后面筒也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所以我们清洗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无死角都可以清洗到 还有一个比较智能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出水 做面条的时候 你不用管它需要加多少水 它会自动根据你面的多少来出多少的水量 好了 这就是这款面条机的所有配具了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重新的安装回去 好 安装完毕 那我们用过面条机的朋友们 大家应该肯定很知道 就是面条机它的面和水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款机器呢 就解决了很大的一个痛点 它是可以自动根据你面粉放的多少的比例 来它去精准精确的放这个水 就不用担心我们出来的面条会太干 或者太湿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它这个功能是非常赞的 好了 现在进入我们最关键的一个测试环节 我们先按照它说明书上面的六部曲来 它第一步呢 就是将水箱中装入它所需要的水 让我们倒入纯净水 它这个上面是有一个最小的水位线 所以我们装水的时候一定是要比这个最小水位线要上面一点的 第二步呢 接通电源打开杯盖 第三步它是需要清零 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面粉 好我们现在加入了适量的面粉之后 我们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呢它是需要三角对三角之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选择自动面的一个功能 然后启动 接下来它就在搅面粉了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面粉 现在它在出自动出水 这个水像花灑一样 现在我们四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它的后面功能已经好了 现在是到了它一个挤面的一个时间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挤面了 已经有面条在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的面跟市面上卖的面 其实没有很大差别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有一个 出面的是有一个吹风的一个口 它吹出来的是热风 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防止这个面条 在出面的过程中防止它粘连 然后这样的效果呢 它就是根根分明的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已经面条机已经做好的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 感觉跟外面那种买的手工面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刚刚测试的自动面条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万种种物的 蔬菜彩色手工面 然后我们今天要测的手工面呢 是有紫甘蓝 番茄 胡萝卜 菠菜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四种蔬菜 全部都榨成汁 榨一个紫甘蓝汁 第二个上番茄汁 胡萝卜汁 掉了 最后上菠菜汁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四款蔬菜 全部都榨好了 菠菜汁 胡萝卜汁 紫甘蓝汁 西红柿汁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做手动蔬菜面了 我们刚刚呢就把四款蔬菜汁的一个手动面条已经做完了 那不管是从外观还是出面情况来看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是我们之前第一个做的普通面条 然后这个是菠菜汁的一个蔬菜面条 这个是紫甘蓝的蔬菜手动面条 这个是西红柿汁的手动面条 这个就是胡萝卜汁的手动面条 好经过上面一系列的测试 我们这款面条机呢的确是可以四分钟就可以出面的 然后呢我们做手动面的时候 比如说要放多少蔬菜汁放到多少量 它也是有一个提示的 对那些不喜欢吃蔬菜的小朋友呢 我们就可以用蔬菜手动面这个功能 然后既好看又好玩 然后呢你还可以在吃的时候补充了蔬菜的营养 好了又到这期视频的尾声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关注和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